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6号 这期视频带大家看一下最近挖矿的收益 这几天也没有特别高收益的挖矿币种 我列出了几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表格是我之前视频提到过专门计算挖矿收益的 我列出了这几款币 第一个是RTC 第二个SKYT 第三个VARSE 第四个MECU 还有一个ZEPH 还有这EPIC 底下这个是Netshash 我一般在没有什么可挖的时候 我一般就在Netshash上挖 Netshash现在一天的收益 我这是两台7950X CPU 它的收益是8块7毛钱一天 这是毛利 可以看到现在最高的收益就是这个ITC 现在是每天12块钱 当然它这些价格肯定是都在波动的 等朋友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这个价格收益可能又多变化了 可能就它这个RTC可能不是最高了 这都有可能 反正现在收益就是在10块钱左右 如果是这个7950X CPU 它电费肯定是够的 电费的话 我这7950X CPU 两块是3块多一点 所以它耗电还是比较少 所以还是有利润的 底下这有一个EPIC 这个币 这按它这个这些数据算出来的是 19块钱一天 每天是5.67个币 这是我两个CPU的这个收益 但是它实际应该是达不到这么多 因为它这个币 因为它这个币挖矿 CPU是占48% 就是出块奖励占48% 所以它这个收益 我最后又成了一个0.48 这个应该是它的真实收益 这是每天的出币量 这个是每天的收益 而且我经过实际挖矿测试了 确实是跟这个更接近 但看这个网站上 这个有一个排行 就是CPU这个Redmx这个算法 这个第一就是EPIC 它这个收益是按这个CPU100% 这个出块量是算的 应该这是不对的 所以CPU的收益 应该是应该是乘以这个一半吧 就是砍下去一半的收益 大家平时还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这个后来网址 我都会贴到这个视频说明里面 这个可以看到每个设备 它这个现在当前是利润最高的 挖矿币种 这是当前 这个是24小时的 它这个显示24小时的是RTC 当前最高收益是SKYT 这是CPU的 GPU的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最高是4090 它这个是最高利润 这边是最高收益 最高收益 但是它的利润还是负数 所以看这一列就可以了 第一名是这个ERG加RXD 这个双挖 我现在显卡是一张4090 但现在我是停机状态 因为这个4090的功耗也挺高 但是利润不高 前几天挖了几天这个XM 这个我之前视频有过介绍 就挖了几天 但是收益也一般吧 不如之前用CPU挖的多 这是我挖的最后的数量是4860个 大部分都是CPU挖的 超级块挖到一个 等于现在我这个项目先不挖了 现在我主要就是CPU CPU就在Netshire上挖 因为我一般是比较懒 一般也平常也不喜欢折腾 这个在Netshire上挖 它直接就是结算的就是比特币 我也就不卖 也一直就存着 要挖别的币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留的这些币 因为这些币肯定要尽快出手 而且它这个价格等你挖到了 等你攒够了 冲到交易所 它这个价格可能就变了 而且跌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Netshire上挖 不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判断 来选择一个自己想挖的一个币种 其实他们的收益都差不太多 最后如果没有特别新的项目出来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的那个收益都会基本持平 包括Netshire上的收益 还有之前介绍过一个ELENA的项目 它那个项目应该是跑路了 它的官网 矿池 还有那discord社区都删了 已经都打不开了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 这个跑路这件事 也跟大家再说一下 它这个新币还是有很多风险 大家在挖到这些新币之后 我觉得是大部分新币 还是尽快出手为好 当然不排除少量的优质项目 极少的优质项目会 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长 比如到下次牛市会涨很多都可能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大部分新币都是一上交易所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赶快出手还能赚一些利润 之后它这个价格就会不停的往下跌 所以大家还是把控好自己挖矿风险 至少在第一时间要把电费要卖出来 还有一个事就是许多朋友给我发私信 问这个想自己传一台矿机 问什么价位合适 或者是选用什么设备 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设备和购买经验来说 我推荐就是在京东买这个 如果是CPU的话 买这个7950X这个CPU 因为它是目前这个家用CPU里面核心数最多的 算力也是最高的 不过它现在京东的价格比较贵 可以看到它现在价格是3729块钱 我在今年的618期间 购买的一台是3200多块钱 比这个要便宜几百块钱 主板我其中一台是在618期间 选择的是这个TUF Gaming 这个X670E的主板 这个现在价格是2399 我当时618时候买的应该是1900块钱 也是比这个便宜很多 当然我这款主板选的是有点贵 如果大家要配置这个同样类似的平台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Gaming B650 这个芯片的主板 这个要便宜很多 它现在价格是1269 如果要有优惠的时候 应该是不到1000块钱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这款 不过这款我没用过 其他设备像内存电源还有硬盘 在优惠的时候应该也是便宜不少钱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等有优惠的时候 再考虑购买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在京东买设备 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现在价格有点贵 当然如果在淘宝买 像这个CPU的话 淘宝现在散装和盒装的 都是在3300块钱左右 如果选择比较有信誉的淘宝商家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没有在淘宝买过这些电脑设备 我一般都是在京东 也没有其他的特别好的渠道 所以我就一般看中这个京东的一个售后 一个方便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习惯来选择这个购买的渠道 如果是在京东购买 我建议是等到双十一期间 可能价格会有比较大游会 但能不能比618期间更便宜 这个我不确定 视频的最后再说一下这个之前介绍这个XenBlocks这个项目 也就是XNM 这个网络就原先添加到这个小狐狸钱包里的这个网络 现在他这个网络信息变了 大家可以重新根据他这个信息再重新添加一下 之前他这个小狐狸钱包这个网络 就这个XenBlocks这个网络确实是不太好 有时会连接不上我这也一样 有时一天都无法连接 这个情况是有的 现在他有更新的这个网络信息 大家可以重新添加一下 而且他这个网络信息可以用在手机上的小狐狸钱包 之前是不可以的 之前那个信息是不行的 现在可以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